接觸先前 中立1号 中路3号设斩完成筹签作业 八德3号社会住宅也完成了申请 总共收到了1289件 预计在7月20号会进行筹签 服务中心也说明 这三座新建的社会住宅 在年底前都可以让民众顺利入住 八德3号我们预计在7月20号办理筹签排序 最坏预计在今年12月1号就可以入住 今年再除了八德3号之外 我们在上个月办理的中立1号跟中路3号 最快的话也预计在今年11月1号入住 以桃园市政府在推出社会住宅方面 今年算是一个数量蓬勃发展的一个年度 以目前已经完成三个抽签的一个基地来讲 将近负数有将近快2000户 为了提供社宅住户更多元的服务 服务中心同时网罗乐11住行各大业者来进行合作 规划出优惠的内容要提供给社宅住户 同时配合市府各项的资源引进的阅读 亲子以及健康促进等系列的活动 打造良好居住环境 除此之外我们也是有跟卫生局 教育局社会局教育局办理一些相关的活动 例如行动亲子车或还有行动图书车 还有他们一些亲子管的一个外展活动 就让他们来到社宅把资源 把政府的资源带到社宅来 但除此之外这些我们跟这些相关单位的合作 并不是只有社宅的民众可以参与 我们也跟周遭的邻里民众也有做宣传 他们也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所以这样的资源除了共享之外 也能够达成说社宅居民跟周遭的邻里 变成一个合出兵 目前也设立了社宅漂塑站 邀请住户共享阅读的乐趣 行动图书车也会在各社宅办理巡回服务 提供亲子更方便的阅读环境 记者林瑞峰讨一层报道